Covid 駕駛 主持人 主持人 可以放高一點 群魔亂舞 都知道 好好好 OK就來喔 好 手上 小心喔 大家就很像鷹舞者 這樣分身起來這樣坐著 我覺得這個設計很有趣 因為這個歌本來就是在講 一些自己的盲點 跟別人看你的東西 或者是你即便是活在一個虛幻的當中 還是有很多很多人想要模仿你 這麼做 那如果再一次的話 你還會選擇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邊的所有的鏡子 跟看得到看不到 跟四有若舞的安排 其實就是很多的落差 或是很多的錯過的那個感覺 是很像這首歌要講的東西 我拍起來很像別人吧 蠻有效果的 弱的 走走走 試試看好了 試試看 試一個 對我會留 會更好笑 來 抓 抓起來 不要食肢緊扣就好 哈哈哈哈 再一次到位 一次抓到 你要不要亂踢好不好 好好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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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喔 畫風不中 好 敲 敲 Sandwich 你要說 On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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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我每一首歌都有大概的想法 只有水仙花之死還有南海莊舟 是 我完全想不知道誰可以拍 因為我覺得這兩首歌是全部最難拍的 就是那個想法跟意境要傳達 我覺得光解釋就好難解釋 然後就在我覺得很困擾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山裡的你要去哪裡的 然後我就覺得欸 就是一個直覺 我覺得好像可以聊聊開 所以就找了導演 沒想到那兩首歌都有興趣 來 請後 請後 好 看 你這樣看鏡頭 好 來 Rolly 轉頭 好 看這裡 我覺得每一個畫面感覺上都是精品 我覺得那個都是深思熟慮過的 我是有去打拚 他們有說你比較對於熟悉的對象 你會比較安全感 然後我就覺得欸 我可能可以找公主 我覺得他對你應該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包括他在設計你的服裝頭髮的時候 我覺得都很有意思 都不是我們打無心風可以找到的 對 我是覺得我們滿開心可以有一個這麼犀利的眼光 他一下可以看到你做什麼東西會立刻不一樣 但他又是你 然後他也是一個符合很高的審美標準 這應該是製作人的直覺吧 我覺得 沒想到竟然讓山尼製作的是我的外型 對 鼻子合著見識 開心齁 他們都說我今天很不像我 我也覺得 其實我也就是帶了一個美瞳而已 慢一點 對 因為你其實現在是在跟他講一些建議 所以你是慢慢就是這樣 我的建議都比較強是不是 OK 你給我聽 大家花了很多時間在看手機嘛 然後看電腦 然後可是這些東西可能 它某個部分都是 一個反射 藉由看到別人去看到自己這樣 所以我就把這個東西 雖然我做了很多鏡子的東西 但它最後是回到了 你手邊的那個手機 或是你的社群這樣 他們是什麼樣子 所以雖然是用抽象的鏡子去講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這個轉化可能會比較有意思 那 那還裝作還不知道會怎樣 但是我現在的想法 它是一個比較都蠻 應該是都會蠻有趣的東西 可能是很少人這樣做吧 就會很希望它能得到允許 或者是能得到你的認同 我是完全在捍衛你的想法 對啊 因為我會覺得 這個概念就是比較挑戰 所以就會比較需要 但現在也不知道會變怎樣 對 現在也不知道會怎樣 我也能夠理解一開始 可能公司的立場會 當藝人的臉 或形象變成一個素材的時候 它其實會不會被安全 或者是會被善待 其實是會有顧慮的 但因為我跟譚在講好幾次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可以感受到他是超級想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件事情跟歌本身也是緊密 詮釋者跟創作者跟觀看者之間的關係 本來就是男孩裝作在寫的東西 還是要再強調一下 也不知道會變尖叫 對 現在不知道會變怎麼樣 然後我們現在話講得很棒 然後到時候 就出個字幕版的 你練習兩個月後我跟譚翻點 對 不會啊 我超緊張